Hello大家好,我是老郭 今天是我们旅行出发的第一天 今晚是我们俩在房车上睡的第一晚 想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驻车环境 这是在西安大南郊路边的一个公共开放的免费停车场 我们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 现在就只剩了这几辆车 具体的环境我还不是很明了 因为天都已经黑了 只知道车屁股后面是一片林子 然后在林子的后面是一条河 很安静,很安逸,也很舒适 刚才我不知道大家也没有听到有青蛙或者是什么昆虫在叫 然后今天我们就把车停在这了 旁边是一个拖挂房车 应该是放了很久了 整个停车场除了我们好像也没有别人了 只有几辆车,很安静 然后看看我们的车 现在把那个隐私帘全部升上去之后 从外面是看不见里面任何一点东西的 从车的正前方看的话是有一些微光透出来 但也看不到里面干啥 只能看见里面有人 这边还开了一个窗户 小光,把窗户关一下 关一下这个隐私帘就可以了吧 把隐私帘升上去 哇塞,啥也看不见了 所以晚上在车里面住宿的话 也不用担心隐私问题 根本看不见里面的干啥 听到没 我们的安保主任已经上线了 狗子们在里面叫 外面有个什么动静啊啥的 狗子会第一时间发出警报 所以很安全 然后在车头方向 在那边 这就是大马路 晚上呢会有施工的车 一会过一辆 一会过一辆 刚好呢 我们可以在车里面 试试 我们车子的隔音效果 看看今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狗子们 衣服也都已经脱了 小光也已经躺到床上了 我上到车里面 第一件事 先把车子一反锁 好了 从外面就拉不开了 车里面稍微有一点点闷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把换气扇也打开了 应该通过视频 能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 如果晚上真的有点吵的话 再把它关了 然后小光已经躺在床上了 你躺好 到你的睡觉的状态 看看你在床上的 就是这个这个状态咋样 就是能不能躺下 能不能躺平 还想在直播间里脱衣服 咋样 完全够了 但是我不一定能够 在我们车子灯光的开关设计上 有一点点小披露 就是开关在车门口 而床头没有 晚上睡觉的时候 必须得在前边关灯 所以呢 在这远顶灯关了 氛围灯关了 水泵关了 但是呢 在车的尾部 我们有一个声控灯 开灯 这就开了 然后呢 这就可以睡觉了 等一会儿我躺下了 再喊一声关灯 它就关了 就是靠一个开灯 靠这个小物件 来拯救我们的车灯的开关 我们俩晚上睡床上 狗子们呢 果蜜一般情况下 它需要安全感 所以它老是睡在这个 桌子下边 然后果汁果蜜呢 晚上就喜欢在我们床边 我们俩睡在床上 他们俩就在这个 积水盘区域 靠着我们很有安全感 你俩赶紧睡觉啊 宝贝 睡觉前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所有需要充电的设备 把电都给它充上 这个呢 是我们拍视频用的麦 这边呢 是无人机插在了户外电源上 因为晚上睡觉就不开腻便气了 还有呢 带着狗子 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就是要给狗子铺尿垫 果肉这个家伙 憋不到明天早上会在车里撒尿 所以尿垫也是必须的 你们俩 不对你们撒 也是在房车里的第一晚 一定要好好表现啊 好了 我现在也已经进被窝了 躺床上了 有点紧 脚已经紧紧的顶住了窗户沿上 然后呢 就只能先这样凑合的睡了 具体睡觉的感觉如何呢 明天早上再说 嘿嘿嘿 晚安朋友们 关灯 早上我们俩还没醒呢 狗子就开始扒拉了 果肉 哎呦那会儿又在那伸两腰呢 果丽呢 果丽又躲着到下面去了 哎呀我就想起一句话 每天早晨叫醒你的 是你心中的梦想吗 答案不是 是三只调皮的狗子 哎呦狗子都来了 外边有人路过 又有人跑步有动静 狗子就会叫 一叫我们就醒了 哎呀这个懒叫是睡不成了 哎呦 起床 哎呦你看看这几个狗子 言巴巴的等着出去溜溜呢 哎呦 穿衣服咯 好了 我们俩都洗漱完毕了 采访一下小郭 昨天晚上在房车里的第一夜 感觉如何 总体来说啊 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 真的 这个床的长度呢 对于我来说是足够的 我想伸直睡就伸直睡 我想缩起来睡 我就缩起来睡 这是在哆嗦呀 对呀 而且昨天晚上我睡觉之后 一觉醒来 今天早上八点了 对于我来讲 这个床的长度 还是有那么一些局促 我呢 需要斜着睡 也就是 东南对着西北 这样斜着睡 然后呢 相当于是直角三角形 我是那个斜边嘛 小郭就是那个长边 然后呢 这样 两个人的脚搭在一块 两个人的头离得特别远 就是这样睡 那你觉得睡得香不香 舒服不舒服 还可以 还可以 比我预期的 要舒服很多 因为背景这个床的尺寸 在那放着 我知道我睡起来 肯定会不那么舒服 不像家里面那么放肆 但是比我预期的 要舒服很多 那就行了 对不对 对呀 但是呢 我还是有几点 接受不了的 我得吐槽一下 一个呢 是我们床头的那个灯 床头有个USB的孔 那个孔 指示灯 对 那个孔 只要你冲着 那个指示灯 蓝灯就一直亮着 我往那一躺 眼睛直对着那个灯 我妈呀 好亮啊 还有一个就是冰箱 冰箱的这个指示灯 显示温度的那个灯 白天看起来没什么 它就是两个数字 但是晚上吧 车里面灯全部一关的话 这两个数字呢 还特别的刺眼 所以床头的那个指示灯 跟冰箱上面的 这两个指示灯 晚上还是需要遮起来 要不然确实 有点黄眼睛睡不好 对 会影响睡眠 然后晚上过大车啊 什么的有影响吗 没影响 造音啥的 完全没影响 我根本都听不见 而且就算这个窗户还开着 我都没影响 一觉睡到大天亮 但就是有一点就是 因为今天停的是 这个公园边的停车场 早上有锻炼身体的人 旁边一过狗子叫就叫 狗子一叫 我们就睡不成了 所以懒觉是没睡成啊 但是总体来说 2045睡的第一晚上 感觉非常棒 而且体验感比预想的 要好很多很多 对 我也是赞同你的说法 所以很满意 请成功 记得点赞关注哦